我們其實有跟場地一方再三確認這件事情 那對方也同意 然後突然才一通電話跟我們說 不能舉辦 要我們另尋他處 台中這一場 趙少康跟學生的對話非常成功 民進黨絕對是有很大的壓力 不要這樣子 因為你們不敢來 而擋了趙少康先生跟學生的對話